象征 鹤的翅膀 展示雕像的含义象征 顺天湾湿地被誉为世界著名的候鸟圣地 当我访问是2023年10月 全罗南道顺天湾湿地 我给你介绍一下 展示顺天湾湿地的各种场景 顺天湾湿地拥有世界一流的自然环境 顺天湾湿地拥有广阔的湿地和种植水稻的大片耕地 韩国政府和韩国人民为候鸟提供这里生产的所有穀物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 在湿地 候鸟能够找到丰富的水资源 它们能够找到这么多可食用的穀物免费 或无需付费 每个冬天许多候鸟来到这里 充分了解自然环境 感谢观看 顺天湾的昨天和今天顺天湾位于南部海岸的中心 形状像一个罐子被泥水半岛和高杏半岛包围 从贯川顺天市中心的东川和伊川出发 从上沙面交汇处流向河口的芦苇5.4平方千米 170万平沿河形成22.6千米2 690万平的泥滩 长约3公里 顺天湾是韩国唯一的滨海湿地 在这里可以看到滩涂形成的全过程 是世界排名前五的滨海湿地之一 这里有超过340种不同的植物和239种鸟类共存 在顺天湾的保护价值得到认可之前 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自然和生态方面并保持其生育 但更大的框架是自然与人类共存的过程 这是与公民共同取得的成果 1996年 顺天湾首次发现79只黑贯鹤 为了保护顺天湾周边地区 指定了约537万平方米的面积作为生态系统保护区 周边有7座商业建筑被搬迁或改建 以创建后鸟观赏站和休息区 为保护明赫等后鸟 282根电线杆被拆除该地区已被打造成生态友好型综合体 为后鸟提供栖息地 优优独播剧地区 优独播剧地区